賽季過了一半,還有幾位練馬師在下游掙扎 頭馬數字高急 放下過來今集會看看他們誰在季尾前可以逆轉勝 2月14日星期二晚上8時,Youtube準時見 看片之前記得點讚、分享、訂閱、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就甚麼片都不會錯過 39歲的莫雷拉早前宣布將在2023年拆騎半年後掛血 結束五份一世紀的騎士生涯 反觀比年長3歲的蘇兆輝和報民 就在今季來香港繼續拆騎事業 而且都有不錯的成績 從來職業無分年齡和國籍 老過蘇兆輝和報民的現役騎士 在世界各地比比街市 甚麼時候掛血完全都是個人的決定 不像打捨自留工一樣有強制退休的年齡 當然心理和心理的健康 從來都是運動員必須跨過的難關 現年57歲的史文夫 美國籍拆騎超過40年 至今累積超過5600場頭馬 重要成就包括2018年以52歲的高齡 火柏正義贏了美國三冠大賽 2022年11月肉馬者杯經典大賽冠軍 拆騎最浪熱點跑過貴軍 55歲的法國名將毛斯爾 拆騎接近40年 重要成就包括2003年 火柏勝威旺勝出香港打比 成為那場賽事首位三道風王的騎士 亦是香港12項一級賽的大滿冠騎士 2021年5月在法國拆騎實敬力達 以54歲的高齡贏了一級賽伊斯八項錦 毛斯爾已經考獲法國連馬斯牌照 計劃在2023年掛下重練 二年53歲的日本國寶級騎士武峰 拆騎超過30年 重要成就包括2015年以46歲之靈 憑榮進之光第二道贏香港杯 2022年5月火柏勝局在望 第六次贏得日本打比 同年8月在集訪競馬場 世界升級騎士大賽以71分奪冠 52歲意大利殿堂級名將戴圖里 我小小就聽過他的名字 三屆英國冠軍騎士 四屆全球最佳騎士 累積超過3000場頭馬 至今贏了超過200場一級賽 重要成就包括2022年 以51歲之靈攻下八項一級賽 包括憑著上流貴婦贏了英國像樹大賽 湖半鄉鎮贏了法國森林大賽 早前宣布在2023年年底 完成肉馬者杯賽事後退休 50歲的澳洲名將岳禮華 威水史一匹布那麼長 十屆圍山冠軍騎士累積超過3100場頭馬 當中包括127場一級賽 重要成就包括先後三奪麥爾本杯 2008年入選澳洲賽馬名人堂 2022年4月火牌利敏寧 攻下一級賽草上女王錦標 在美國重騎當年的日籍騎士卡圖 曾被當地騎士組織選為一周最佳騎士 他屬於非主流的賽事騎士 但仍然細水長流 年駕69歲高齡都仍騎馬 今年1月8日 驅騎由他女兒訓練的She is a lady Greece 在當地鳳凰城贏馬打響2023年的頭炮 亦令自己連續第50年出賽有馬贏 另外日本地方騎士的長文藍已經連續47場出賽有馬贏 未來有機會刷新卡圖的紀錄 48歲的薛達奇一樣厲害 九屆德國冠軍騎士 曾經兩度代表德國在香港贏出國際騎士賽 2021年47歲 拆騎士花嫻攻下德國打比 亦是他第8次贏得那場賽事 2022年在德國騎士榜排名第二 45歲的偉紀力 香港馬迷應該都不會陌生 他累積2,300多場頭馬 當中包括70場一級賽 還要成就歪歸2022年贏了4場一級賽 頭馬又贏出唐家士打一里賽的樂觀牌 揚威澳洲朱木羅馬鋒錦標的勁力猛擊 1957年出生的馬街線 1990年至2002年曾經在香港刷騎 先後七度成為冠軍騎士 97-98年度的馬貴贏了98場賽事 以41歲之零刷新香港騎士單季頭馬紀錄 5年後才被同鄉偉達打破 1959年出生的高雅治 2003年44歲時拆騎精英大師贏出香港短途錦標 2005年46歲時就火拍那批傳奇馬王 在香港締造連勝17場輝煌成績 同年遠征日本摘下短途馬錦標為講真光 1971年出生的偉達 1996年開始在香港拆騎 千禧年第一度成為香港冠軍騎士 之後連續多年稱王 2013年年屆43歲時連續第13屆奪冠 至今仍然是香港賽馬紀錄 2019年48歲掛蝦從年 在香港從騎累積1813場頭馬 現時只有潘頓有機會衝破他的紀錄 1980年出生的莫雷拉巴西同向蘇兆輝 曾經三度榮英英國冠軍騎士 自從2021年年尾和King Power中止合約以來 在英國發展大不如前 決定轉移陣地在香港重新出發 開羅日以今轉季人捧走特首杯 之後拆騎發財先鋒贏三級賽婦女銀袋 另外憑著夏威夷和健康愉快分級賽上名 12月初重奪國際騎士賽冠軍 截至元旦日沙田賽後 蘇兆輝貴內已經贏了3700多萬獎金 個人從中賺取超過300萬 同樣1980年出生 現年42歲的澳洲猛將布文 不單止是四屆悉尼冠軍騎士 而且2017年當選全球最佳騎士 本身曾經火拍一代澳洲馬後雲斯先子 贏得25場一級賽 2019年濟生澳洲賽萬名人堂 雲斯先子在2019年退役後 布文因為感到身心疲累 曾經暫停拆騎兩個月 復出後成績只屬於平穩 成告2011年只贏了一項一級賽 再期的速度和實力都有點跌 最終他決定重臨香港 全面講澳通 賽日版和排位版現時都會直送澳門 豪江的各大報攤都有發售 賽日版在下面的便利店都有賣 各位Macao的朋友 可以一手掌握賽日和各場排位 還有其他豐富的資訊